原标题,武警的格斗和解放军的格斗有什么不同? 一种制敌,一种非死即残,成为一名军人和成为一名武警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,但是不管他们是怎么样的,在平时的训练中,一定是要学习格斗的,学习这些格斗,也能够在突发的情况下保护自身。 但是解放军的格斗和武警的格斗是不一样的,一种格斗非死即残,一种格斗用来制敌。 我们先来说一说解放军的格斗,不管是普通的士兵,还是精英部队,他们在训练的时候,都要求学习各种格斗的技巧,必须接受很正规的训练,作为一名军人,说不定什么时候都是要上战场的。 所以,他们所练习的格斗,一般都是非死即残的规格,毕竟,战场是一个很残酷的地方,稍有不顺,就会失去自己的生命,所以他们学习的格斗术都是非死即残的。 在训练中,解放军所学习的技巧,都是可以将人给制裁的,一轮下来,敌人定然也是要断胳膊断腿的。 接下来所讲的就是有关于武警的格斗,在我们看来,武警一般担任的角色,都是抓捕犯罪之人,在这个过程中,自然也是要和敌人交手的。 而且一般情况下都是要求抓捕犯罪人,除非是使用枪击的时候,其他很多情况下,武警都是需要近身格斗的。 但是在抓捕犯罪犯的时候,这些犯人虽然很可恶,但是还是没有到必须要他们去死的情况。 所以,武警所练习的格斗,都是用来制敌的,毕竟他们的工作,不需要被用非死即残的方式。 不管是解放军还是武警,他们都有自己各自的任务要完成,工作内容的不同,让他们格斗的方式也不相同,各自都有各自格斗的内容。 不过总的来讲,解放军的格斗战术,确实是比武警的要更加的厉害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